中国婆婆跟俄罗斯儿媳妇是如何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进行无差别交流的呢 这个是非常的大呀 叔叔 这是叔叔 那个是姨 我是谁 真呐太呐了这婆媳俩 谁也没有想到这语言不通的婆媳俩竟然能沟通相处的这么融洽 动不动人娘俩还喝点 茄子 自己种的茄子 这是我自己种的黄瓜盐的咸菜 你尝尝 看她娘俩还喝上了 把叶喝点 看没看着 人娘俩就是这么练笔活在猜的 形成了人俩特有的交流方式 你买单啊 妈妈说得 咱不来 把叔叔给送好来了 这个半天你买单啊 真是多亏了 我这爱说好闹 性格外向 也多少沾点射牛的老妈了 那平时真是不管她的俄罗斯儿媳妇能不能听懂她说的啥 就是一个劲跟你说 不过经过这两个多月时间的相处 那老板身边还真需要这么一个人 因为只有通过大量的听和说才能把语言学好 那老板跟我回国整整两个月了 从刚来时不习惯穿拖鞋 到现在天凉了还得换棉拖鞋 从不爱吃主食到现在顿顿自己都能搂两碗大米饭了 其实傻姑娘的这些变化背后离不开老妈默默的关心和付出 陪她儿媳妇一起做核酸 一块逛街购物 生怕她儿媳妇受一点点委屈 直冬那老板喜欢吃水饺 隔三差五就给包 直冬那老板喜欢吃水果 在俄罗斯的时候舍不得吃 亲自去果园给摘 人娘俩相处的 除了很严肃认真的话题沟通不了 其他的日常直接是无缝对接 你对我照顾的很好 通常俄罗斯人对儿媳妇的照顾不是那么好 我们中国婆婆都这样 因为你到我家咱们是一家人 必须得对你好